这个周瘦子,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周瘦子 在听证会上四个半小时被人死命的搓弄 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可怜 你说你又是个高材生,又不吃缺,又不缺吃,又不缺喝 你汤这汤浑水 你这后半生,你这要做心理疗伤的呀 一群人弄在地上来回的搓弄 那个尊严都碎了一地,想说话都不让他说 一方面呢,就说没关系 他四个半小时主要是证明没关系 这里面的没关系是指政府,指国家,指政党 这里是一堆狗血,弄不清楚 而这边呢,商务部说了,你必须按照中国法律来 你这不难了吗 这不把企业搁的中间 上不着天,下不着地,两头够不着 猪八戒照镜子,里外都不是个人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不值得怜悯 怜悯吧,怜悯他吧 周瘦子啊 好 好 好